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全球趋势新闻 我是丁静怡 上一回我们聊到了现实版的超级英雄钢铁人 特斯拉的创办人Elon Musk 不过您认识他的母亲梅伊马斯克吗 在一般大众眼中他是马斯克的妈妈 不过在时尚界跟医疗界里头 两个人的称呼反而刚好颠倒过来 Elon马斯克被称作是梅伊的儿子 这位目前72岁的梅伊 现在是时尚圈炙手可热的饮法模特儿 还是职业长达45年的营养师 梅伊一路走来历经家暴离婚 更靠自己的力量在一边抚养孩子的同时 为自己打造出多重事业成就 最终栽培出3个亿万富翁的孩子 只能说他的人生也跟Elon马斯克一样 超狂超励志 我们今天带你一块来了解 梅伊马斯克出生在1948年的南非 出生不久之后就跟着父母移居到南非的行政首都 普利托利亚生活 梅伊的家世非常优渥 父母给小孩的自由也很大 在梅伊的回忆当中 她的父母曾经驾驶着螺旋桨式的小飞机 在没有卫星定位无线电的情况之下 带着全家5个小孩去克拉哈里沙漠 寻找传说中的失落之城 现在回想起来这个探险计划自然是游泳无谋的贸然之举 但也影响了梅伊未来对自己人生与养育孩子的看法 彻彻底底的贯彻了家族真言 小心翼翼的大胆而活这句话 到了15岁的时候 梅伊在朋友的鼓励之下 开始走入时尚界当模特儿 靠着走秀得到的薪水支付自己的学费 7年之后她跟高中男友 也就是伊隆·马斯克的父亲 埃罗尔·马斯克结婚 不过没有想到这对两小无猜的小情侣 婚后夫妻关系是不断恶化 据说丈夫埃罗尔从蜜月旅行开始 甚至在梅伊三次怀孕的时候 都不曾停止对梅伊家暴 甚至强迫断绝她跟其他家人的联络方式 最后梅伊为了保护并且提供孩子一个健全的成长环境 在9年之后终于成功结束婚姻 逃出丈夫的魔掌 成为单亲母亲的时候 梅伊已经31岁 为了要能够好好扶植家里三个小孩 她回到时尚圈继续当模特儿赚钱 一边到南非布隆方丹附近寻找营养学相关的实习工作 为追求营养学硕士学位做准备 这段期间 梅伊就带着三个孩子住进宅小的学生宿舍 同时照顾孩子工作和念书 现在梅伊回想起她当时的苦境 她觉得虽然辛苦 却不后悔地表示自己当初做了对的决定 她说或许当时孩子只吃得起便宜的花生三明治 但至少他们在一个正常的家庭长大 而不是生活在炼狱里 等到梅伊取得硕士学位之后 她的生活继续的好转 不只开始当老师教书 还替钱来客户提供营养学的咨询 不久之后就赚了足够的钱 顺利的在约翰宁斯堡找到住所 让孩子们可以有足够的空间快乐生活成长 不过梅伊虽然深知营养学跟健康的重要 但是控制体重对她来说也是个大难题 就在梅伊的事业开始有起步的时候 她发现只要压力太大 自己就会出现暴饮暴食的倾向 在梅伊快40岁的时候 她就因为毫无节制地吃汉堡薯条等垃圾食物 导致在短短期间内胖了将近30公斤 成为了大尺码 然而梅伊不顾外界朝她投来的异样眼光 继续自信大胆地走在伸展台上 结果在当时掀起一阵大尺码模特尔的风潮 继续成为时尚界炙手可热的模特尔 后来考量到自己健康问题 梅伊还是靠自己的营养学知识跟意志力 把体重控制下来 后来梅伊也向大家分享几个自己的减肥小技巧 还推荐了几个可以维持身心健康的饮食方法 健康饮食方面 梅伊推荐蔬果乳制品跟坚果饮食均衡 并且食用减少高糖分的得输饮食原则 地中海饮食还有弹性素食 并且提醒喜欢喝酒喝咖啡或喝茶的民众 要记得限制饮用量 一天最多不要超过三杯 另外梅伊也强调 其实会暴饮暴食的原因因人而异 如果想要解决问题 都得事先找到最根本的原因 很多人可能在事业或情感上遇到问题 结果想靠饮食来消解自身的压力 这只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解决方式 如果想要真正解决问题 让自己健康 那么最重要而且最正确的 还是要把事情的源头解决 不过对于梅伊来说 他暴饮暴食的源头来自自身的压力 或者是疲累 因此当他察觉到问题的症结点之后 他就随身准备健康小零食 只要嘴馋的念头一来 就选择这些健康食物 而放弃薯条巧克力 等油炸或者是高热量的食物 到了1980年代 梅伊从南非搬到了加拿大多伦多 继续陪着孩子们深造 逐渐打造自己的世界 除了一龙以外 梅伊还有一个儿子的女儿 金巴还有托斯卡 三个人都在长大后 逐渐发展自己的事业 在不同的领域发光发热 大儿子伊龙在特斯拉 跟SpaceX创立成功之后 很快就给了妈妈 两台最新款的特斯拉电动车 甚至还预定了一张 SpaceX太空船的机票 等到未来太空旅行开始之后 就可以成为第一团的乘客之一 另外二儿子金巴则是在跟哥哥一同 设立软体公司Zip2之后 改开设自己的餐厅 及非盈利组织来教导儿童园艺 跟种植有机食物的重要 而女儿托斯卡则在美国洛杉矶 成立了制片公司 把许多畅销的浪漫小说 翻拍成电影 看着孩子们一个个长大 有自己的事业与家庭 但是梅伊却不打算从此过着安逸的退休生活 反而开始学习经营社区媒体 接着跟常年合作的造型师好友 一起在巴黎时尚周期间 拍摄一连串的走秀照片 把这一连串的照片贴上网之后 梅伊不仅在推特IG上得到十几万粉丝追踪 甚至在2016-17年 连续跟IMG模特尔经纪公司 和美妆品牌Covergirl签约代言 成为少见的银法超模 打破时尚界的记录 后来在一次采访当中 梅伊表示她很兴奋 也很感谢这份与Covergirl的合作 并希望透过自己来激励更多人 让她们知道不是每个女孩 都是完美的纸片人 而女人不论在哪一个年龄层 都是美丽的 都应该要对自己感到有自信 我们必须地区别人的语言 我们必须地区别人的语言 她们都在哪里 女人都失败了 她们又不想要预订他们 我说的是 50%的首席人应该女人 50%的首席人应该女人 因为我们会有一个 很敬的世界 女人应该支持女人 而男人也应该支持女人 我们不是比男人竞争 我们只认为最好的人 应该能够得到工作 当然听到这里 你可能也跟我一样很好奇 梅姨能够边过事业 边培养出三个杰出孩子的秘诀 是什么呢 在她的自传书 女人的计划里她提到了 她认为在做事上最重要的 就是能够提前制定计划跟解决方案 她提到南非的一句谚语 优秀的农夫制定计划 因为对经常需要靠天吃饭的农夫来说 事事变化无常 他们随时需要去应对各种情况 大胆却小心地面对眼前的问题 梅姨在书中鼓励其他同样追求 事业与家庭的女性 坚持不懈跳出自己的舒适圈 勇敢争取要求 强调这世上没有理所当然的事情 可是如果连问都不问 那么答案保证是拒绝 每次我都要改善我的状态 我一直都很可怕 我只要进入深入 然后我继续游泳 直至我到河岸 这需要很长时间 所以当你移动到新的城市 或新的国家 你都没有人知道 我自己工作 所以不像我身边有朋友 这需要一段时间 得到朋友 或讨论人 在教育孩子方面 她鼓励孩子努力 同时放手让他们追求兴趣 梅姨自己从小时候 就经常帮家里打零工 等到当了母亲的时候 也常常让孩子们帮忙自己做点事 比如让孩子用words写信给其他医生 帮忙模特儿与摄影相关的工作 与此同时 梅姨也鼓励自己的孩子 去追求自己的所爱 她从不帮孩子检查作业 也不会花时间跟力气 逼孩子念特定科目 当三个孩子准备申请大学 跟出社会的时候 梅姨就告诉三个人 要自己准备申请学校或工作的资料 为自己的未来负责 她不会为了保护孩子 而不让他们负责任 就是在这样有节制 却有自由的环境下 伊隆 金巴 跟托斯卡 才顺利在科技 饮食 跟饮食产业里头 大展锋芒 如今一个个成为梅姨骄傲的孩子 当我们移到特朗尔特 我的资料都被禁锁了 所以我不是 我当中的研究官员 所以他们可以来到那里 如果他们学习 或很少 如果他们学习 医学或法 但 伊隆和金巴 想学习 业务 伊隆也学习 科技 特朗尔特 想学习 电影 所以他们必须 得到自己的资料 他们必须得到自己的资料 他们必须得到自己的资料 然后他们完成了 大家现在看 Masca家族 不免觉得他们家族成员 每个都相当杰出风光 可是这份光芒的背后 其实是家族一代代 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 和积极的人生观 所培育而成的 就像他面对疫情期间的日常 他说 谁知道下一步会在哪里 当你不能确定的时候 就一直继续前进 保持生存的竞争力 就是这样 天生乐观积极的个性 加上护天的长期培养与努力 特斯拉家族 才造就了现在这位 引发超模梅伊 和他那三位接触的孩子 果然成功都不是偶然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 全球趋势新闻 我是丁静怡 喜欢我们 记得帮我们分享 按赞 并且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再会